新北市政府推广纪录片不遗余力 这六年来从一般室内放映 到走出户外举办大型放映会 日前就特别选在巴黎左岸放映短片 谢谢你一直都在以及纪录片 慢慢等 只是想让更多的看见 注意我的感动 市府积极打造新北市成为纪录片友善城市 已经迈入了第六年 日前特别选在巴黎左岸 放映一部短片以及一部纪录片 让大小朋友以更轻松的方式来欣赏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巴黎 今天刚好天空坐美 天气非常好 非常凉快 我想我们希望说 第一个我们推广纪录片 是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人 认识我们自己所生长的这块土地 认识我们周遭的人 事以及物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大家看电影 能够从电影院走出到户外 重新回到过去那种 好比说我们小时候 大家在巷子口 大家在村子里面 大家在路边的野台上面 搭块白布放电影 全家一起看电影 跟邻居一起看电影 跟所有的村子里一起看电影 这种大家一起讨论电影 一起感觉 共同生活的这种感觉 我们希望能够重新的找回来 举办这样的放映会 不能让更多的民众 有机会欣赏到题材多元的纪录片 其实也让不少新锐导演 透过各种放映的方式 被更多的观众看到 其实我们并不是在纪录片 耕耘很久的从业人员 所以我们的片子 根本没想上院线 想都不用想 自己也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有办法撑院线 但是这样的播映平台 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因为它可以吸引一些 平常不会看纪录片的人 然后来到 比如说来这边玩 顺路就可以过来看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平台 因为《巴黎左岸》 是不少大小朋友游玩的场所 因此这次主办单位 也精选了两部 跟亲子相关的影片 大家一边欣赏电影 一边感受《巴黎左岸》的好风光 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记者 陈明辉 林锦鱼 巴黎采访报导